在2009年尾声 全球经济萎靡不振之时 巴菲特曾跟有人有过一段对话 这个人我们姑且叫他吉姆 吉姆对巴菲特说 现在时机这么坏 经济是要怎么重振啊 巴菲特反问 吉姆 你知道1962年 卖的最好的糖果棒是什么吗 不知道 视力下 Sneakers 巴菲特再问 那你知道今天卖的最好的糖果棒是什么吗 不知道 视力下 然后两人陷入一阵沉默 对话就此结束 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曾说 经常有人问我 未来十年有什么事会改变 几乎没有人问过我 未来十年有什么事不会改变 我要告诉你的是 第二个问题其实比第一个问题还要重要 永远不会改变的事物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满怀信心地知道他们会如何形塑未来 未来的亚马逊顾客不可能会不想要低价产品 不想要快速到货 因此被佐斯可以砸下重金 投资在这些事物上 变化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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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